下面继续我们的公益寻人 家住吉林省临江市画树镇的卢正国和卢正宝兄弟俩 近日不远千里来到德州市林县 寻找他们分离37年的姐姐孙芳 我母亲当时病情很严重 医院下了通知说我母亲病危 我母亲还没办法把我姐就是答应送赢了 卢正宝介绍姐姐的养父叫孙景华 当时在一个剧团里拉二胡 他给姐姐取名孙芳 就在姐姐9岁的时候 孙景华一家从吉林省临江市画树镇到了德州林县 现在她的母亲姓赵 但是叫赵什么我不太清楚 一晃37年过去了 当时的许多信息已经模糊不清 在林县公安局卢正宝没有查到和姐姐及其养父孙景华信息相匹配的人 他不知道孙景华回到山东会不会改了名字 一伙已经不在人世 但是他们不会放弃 因为他们要完成母亲的心愿 现在母亲已经卧病在床 母亲特别想念 子妹特别想念 都想能和姐姐聚在一块 大家一起高兴 希望姐姐看到了能来个信 我们在临线等着你 如果您有孙芳的线索 还请赶紧和我们联系 我们在聊天 我们在聊天 我们在聊天